滑水道溜滑梯 每一項設施老舊不堪 甚至連從前的飄飄河 都已經長滿青苔 台北唯一水樂園水悟空 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110年底廠商解約停業後 遲遲找不到新廠商投資 導致疫情趨緩後 也無法重新營業 非常大的榮景 在很早以前大概 不 我忘記是一百零幾年 然後那時候就是這樣 那時候小朋友好多好多 對 這座水樂園花了超過2.5億元建造 機具移用就是17年 加上停業近兩年的影響 以現況來說很難再找到 新廠商願意投資 這樣的拯救期間大概會有兩年左右 很多東西都要去做更換 所以說這部分的投資是比較大的 大概有9000萬 所以廠商的接系力量就很低 不過其實水悟空樂園宏吉一時 曾經在暑假一個月內 吸引8萬人次入場 同時更帶動周邊不少商機 距離600公尺就是公館商圈 還有寶藏岩藝術村 觀音山敘水池等等觀光景點 樂園不營業 讓北市議員也覺得非常可惜 疫情的期間其實也都沒有什麼人潮 那這個對於水處 對於地方來講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損失了 所以我相信在地的里長跟李明 大家都很希望這邊能夠趕快 趕快把它重新規劃起來 水悟空樂園 不僅是大人們的童年回憶 也是小孩子的玩水勝地 雖然今年暑假還沒得完 不過希望能盡快恢復營業 三零詩文蔡